一年一度的長安坐準備來到 侯兄兄長很含意 特別前往李鋼川白河百歲 何行兴党主任第一次来到李冠川 李冠川向民代表的报道之下 到选择白金分订中部出来 替金冠府和公所就和何菲映家里记得 对选择分的中部的 老婆能够向上夫妻60年表达建议 都有发挥这个红包 总共6千块 因为还有扁刀送一个鸡精 来给大家传媳大 照顾他们的身体 那何菲映家目前 100岁以上的人类 总共有15岁 我们公所每一个人发挥1千块 的红包来给他们共义 所以我们何菲映家也是送一个送送送 我们的人民的身体都很健康 所以在减减减减减大家都很厉害照 可能时代大家都立志过得很温暖 另外一头 六甘定长可志鸿和身体 都很勇气的洋葱瑞阿嬷 说得很高兴 原来阿嬷超过百岁了 再来替时代掛上金厨寺 就让阿公阿嬷健康等待 就从那节 可以说今天地藏来到海保里 为洋葱瑞阿嬷 带上金厨寺 阿嬷也非常欢迎 看着他精神非常饱满 耳聪 木鸣 可以说他表现出来 就是可以很福气 同时阿嬷也祝福我们 看我们大家可以来福气吃巴黎 分享他的福气 可以说阿嬷带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也表示可以看到这些专门 超过百岁 可以有健康 勇敢的身体 让他很感动 也很感谢 那几十年来对小灰和家庭付出 就因中央这块露 给公平安吃巴黎 多久华新闻 林桂英 撞合彩虹报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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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